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需要更合群吗 还是你就是一个很孤僻的人 不喜欢跟别人在一起 那这些会不会对你的生活带来不舒适 还是会为你的工作带来麻烦挑战障碍 其实合群有可能 它并不是必要的东西 但是却是一个人在生活当中 必须要去考虑的事情 你需不需要合群 那我们就来看看你的合群指数有多高 好吗 你选几呢 Dream 我选2 2 好 看一下2是什么 2 选2的朋友 恭喜你 恭喜你哦 选2叫做幸运之心 你就是一个在团体里面 不会特别的让自己太突出 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份子 你活出了团体里面渺小的重要性 有时候如果你特别的锋芒毕露 就会被人家排挤 你也愿意跟别人好来好去 那么你就会活得比较轻松 其实你是不得罪人 更胜于合群 我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份子 那这样子也不会引来别人对你的排挤 然后你又不会得罪别人 指图呢 日子过得舒服愉快就好了 也不用太抢眼 因为太抢眼就容易被挤对 你很懂得明哲保身愉快的生活之道哦 别人会觉得你是一个合群的人 你自己合不合群其实不重要 只要别人觉得你合群就好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选三的朋友是什么呢 选三 好 选三的朋友 其实你是一个太和群的人 什么叫太和群 别人对你有什么要求 你就会配合 别人叫你做什么 你就要付出 别人叫你干嘛干嘛干嘛 你就会做做做做做做 那这个太和群 会不会让你到最后觉得很烦 你不想要再配合了 为什么他得寸进尺 那这不在于别人哦 是因为你太容易去配合别人为你提出的要求 有人会说 哦我就不好意思拒绝 但是你们不是不好意思拒绝 你们是不会拒绝 那当你不会拒绝很多人对你提出的要求 那个底线 那你就会到最后 你很想跟那个人怎么样 绝交 就是不要跟他往来 免得呢 他们都会一直叫你做很多你一点都不想做的事 那么我在这里呢 可能建议选三的朋友哦 这个大杯水 你自己一定要把自己的底线给搞清楚 你也要很清楚的告诉他 这件事情很抱歉 我没办法做 那这样就好啦 其实人家也不会强迫你给大杯水的朋友重要的建议 表达自己的立场是你合不合群很重要的一个界限 没有人会要求另外一个人要绝对的合群 只要刚刚好就好 好 接下来呢我们来解答选四的朋友选四是什么呢 选四叫做太阳神经丛 其实你们啊很知道合群的重要性 但是你们有一个很奇怪的个性 明明知道那件事情应该要这样 但是我心里就很不爽 我就不想配合 我就不想合群 好 比如说老板呢 要你要干嘛 你明明知道说老板叫我做的事情我赶快做 哦 我不要 你明明知道那个同事呢 叫你做的这个事情很重要 哦 我不要 同事的邀约吃饭 哦 我不要 哦 我不要 哦 我不要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一个群体里的 把人际关系当成一个日常的行为 而不要心里不爽就不做 那这样会影响你的生活工作哦 你就会成为很多人啊 觉得哦 那个人很讨厌 那你没有对别人释出善意 那别人也不会对你释出善意啊 因为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的 如果你把你内心的那个不舒服 那个毛呢 降到最低 其实你还算是一个头脑清醒 人际关系很好的人 好 最后我们来解答 选一的同学 好 选一的同学 我又要来安慰你们了 无论你过去啊 是不是一个合群的人 但是你现在的人际关系 是一个比较艰难的状况 所以你有必须要改善 调整自己的需求哦 否则你在工作上很努力 但是就不会被加薪 你在工作上很辛苦 也不会被看中 你对家人很好 但是呢别人对你有误解 你对朋友尽心尽力付出 但别人都讨厌你 所以你可能要好好的反思 现在不是在谈你的合群指数的问题 而是过去三个月六个月或过去一年当中 你在人际关系上面有出了一些状况 跟出了一些问题 已经不需要讨论合不合群了 因为人际关系已经为你的生活带来了障碍跟困难 最后呢 我要跟大家聊一聊合群 我其实呢 是一个很孤独孤单的人 但我也可以合群 这是一个生活的行为跟需求 那我就去配合 我不会把这个配合别人呢 当成是一种 啊我干嘛要这样 啊我很烦 因为这是一个人类的需要 如果在工作里面 你需要有人合作啊 你在做业务的时候 你需要你的客户跟你买东西啊 你在家庭家族家人的相处当中 大家要很愉快啊 既然有这些需求 那我就希望每个同学哦 重新去思考合群的意义 合群是会为你的生活带来舒适度的一个努力 你可以单独也可以合群 那你的人生就会很自在很舒服 合群很重要 但也不是你的单独哦 加油